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到周末,玩樂高地,今集繼續有CK和Vincent 今集也繼續說這本《香港玩樂高》 節目室的三位都看過這本書 我一定看過 其實我很感謝CK 其實之前我一直都想請CK上來 但坦白說,你貴人時,日理萬機 當時我也在想請你上來,但也很感謝再給面 再上來 Vincent 其實... 背錯的 不是,我不是想說這些 其實在LEGO界都很沒弱 因為你都玩很多MOC 我應該是2016年的一個展覽 認識兩位,一箭雙雕 一箭雙雕,一箭雙雕 我想問一下,你兩位之前都認識了很久 認識了一段時間 網上認識更久 你意思是... 我之前有些群組都會做一些活動 我們一群喜歡玩LEGO的人 一起表演一下自己的東西 分享一下自己的東西 一起玩這些活動 那時候應該是2013 一定是13 在木球會那次 13 對,跟我們玩的13 Hong Kong樂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參與這些活動 然後... 出公園嗎?出來見大家 還要自己玩 承認自己已經是毒癮 所以... 那時候應該是第一次見真人 所以之後很多不同的活動都有出現 所以... 其實香港... 香港真的很小 我想大家相遇的機會都很多 可不可以這麼說 都容易的 打個電話 就約出來 或者某些商場 某些地方 某些商場 某些地方 每年... 譬如很多官方活動 都搞一些活動 很多時候都會去支持 去買東西 都會撞到 很容易撞到熟人 又會聊幾句 越買得多就越容易撞 例如... 九成的那些手買日 自然會聚集 手買日是有特別的東西買的 手買日是沒有特別的東西買的 香港是沒有特別的東西買的 因為我沒有去過 特別就是那些貨 剛才出現 那些就是特別的東西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其實在書裡面放下廣告 書裡面也是... 我很重篇幅 是有說香港的玩具反斗城 搞邦樂高公司搞Prossover 以前來說 哪一年開始呢 好像2008年開始 都有手賣日 手賣日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Nero公司 每年有大概兩次新產品 會發展 一月或者六月 兩個大型 對 即是它會分上半年 下半年 什麼1HY、2HY 一些曲子 譬如新貨 可能一月會不賣街 正式賣街 當然美國有些偷步 十月月底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一月頭會賣街 以前你知道 反斗城是香港樂高公司 一個最重要的partner 一個sales partner 所以要互相給面 所以就幫他搞了一個手賣日 賣新貨就讓你先賣 賣先 不是獨家 其實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後 其實到處都有 對 其實只是賣先一兩個星期 你們這些傢伙還要排隊 所以我第一句就是問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版 外面買不到 原來不是 早點而已 但是其實也有些特別的 沒有特別版 但是有些特別的 例如什麼呢 其實書都真的有說 你可以看看 簡單來說 就是當然 作為一個市場策劃的同事 你怎樣 沒有特別的活動 為什麼會叫到別人去 一定要有些兼密 有禮物 有禮物送出 例如每次都會有一些大抽獎 作招來 2008年第一次 1月的時候第一次搞 那時候就很厲害 送什麼呢 那個大獎 通常是123獎 大獎是千水英一隻 10179 10179 一隻 那時候還沒炒貴 不是十九幾隻 一隻 但是也是很貴 那時候是500元美金 好像5000元港幣 送出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正式有行貨 所以是很大吸引力 但是呢 又很有趣 那怎樣抽獎 你想想怎樣抽獎 一個活動 就是什麼來的 買滿1000元的 那天的早上 通常會是禮拜日 會選一月的第一個禮拜日 它會有些名額 通常投100個200個 就會有一些炒 好 拿到一張籌 你再買滿1000元至1000多元不等 其實每年都加價 越買越貴 那你買滿金額就會有福袋 首先有福袋 先人人有份 如果你有 頭100個200個就有福袋 福袋裡面的獎品 都幾好 例如有些什麼呢 例如有些特別版的Poly Bag 你知道香港什麼都沒有 買的 沒有得買的 靠這些場合去送 有送 Poly Bag 其實有時候是可以很精緻的 最精緻的就是 Iron Man 那個 Centura 那個市價都去到三百多元 可以去到這麼珍貴 三百多元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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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Poly Bag 我不會拿麻煩 會送一些糾成盒裝 糾成合裝 或者石原料 有時候送一些賣不去的T-Shirt 那些 繼續 咗 然後繼續塞著ures 總之 有些人 不會經歷頻擊 Standards 糾成 守 明日 有 要 甚麼好 你 只是商標 是正價 現時為何有七八折, 為何不忍耐 當然有些人很盲目之辭 我們這些一輩子很成熟 都會計清楚, 原來禮拔都不錯 計算數, 通常福袋的價值 如他所說, 打回七折 他可能說獎品, 你買一千元送福袋 福袋總值一千元 其實可能是五六百元, 但也不錯 等於六折, 我計算數不妨去買 順便支持總監辦活動 還有張票抽獎 我不介意說, 工會這麼多年, 我真的有兩次獎 中過一次大獎, 一次三獎 千歲已經? 不是, 我中了一年大獎是後幾年 但也不錯, 有那隻B-Wing UCS 雖然是死貨 不夠份量 所以不夠份量, 通常會多加其他 那次乘搭了一個鬼屋 鬼屋 10218 不是10218 1022幾 搞到好像股票號碼 這是一個連結 那個還不錯 還有一輛火車 Express的橙色火車 Horizon Express 通常頭獎都會搭到五千元 那錢還不錯 那你只需要多買一盒便會變成一輛火車 對 剛才說黑武士, 其實有試過不止一年兩年 有沒有三年, 我不知道 那次總監放黑武士在那盒袋裡 會智劍發光嗎 智劍不會發光, 但是導銀 電到那隻黑武士 現在是一千多元一隻 是呀 是呀 是不是主席很想去呢 忍住手 我有十幾隻 要站起來排隊 據我所知, 是海港城 那個一定會有什麼 就像剛才你說的那些活動 收買日 收買日 好像只有在海港城 對, 因為那個總店 是, 每間間都在那裏搞的 在那裏搞的 那又不是, 主要在那裏搞的 但其實試過在黃報 黃報六月的時候 第二年, 第二年 第二年半年 搞過一次六月新貨 收買日的 其實我自己的Youtube裏 都有那些抽獎片段 很開心 可以看回之前 是呀, 很誇張 那就講到Youtube Youtube的連結在哪裏呢 其實藍蟹這本書後面都有說 我真的有同一本書 因為我反而是從後面看前面的 剛才講到玩具反抖成就 因為LEGO在八九十年代也叫做下層 那時候其中一個下層原因就是 當時那些設計員 不太跟那些VTEL合作 VTEL都說明 這隻貨好賣, 你快點出多些 但是那時候的LEGO 就真的不太聽 90年代尾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 就差點 怎樣也好 後來就多了 跟那些玩家 和資深玩家聊天 所以很多配套之下 就是LEGO東山再起 其實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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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經過了十分鐘 未必夠時間 那要先說 今集當然要講這本書 還有要講這個... 這個... 真的忘記了名字 要去幾張相片的麻煩 這個... 這本書首先就在... 書展那裏 首次發售 在那個counter 其實就有... 這個很美的雀巢奶粉 小弟剛才都拿上手 真的重, 不是開玩笑 想問問一下CK 我砌了一天多 一天多 十多個小時 十八個小時 我打算你說起碼一個星期 哦... 我砌的東西都算快 算快 算快 可能有些技術 在心目中認 對 很多時候 當然 始終砌了那麼久 都會有些技術 會學習到 很多時候都在腦袋裡想定 其實... 誰那麼聰明 想定腦袋 只不過... 要默默出來 問題呢 最... 影響你砌得快 還是很久 就是... 你的件是否... 是... 是... 在你面前 如果整齊了 其實就... 很爽手 那這個是整齊了嗎 這個... OK啦 其實... 我又不是太堅持 一定要那種顏色 那種形狀 才能砌到東西的人 有時候不行 就改一點 那Vincent 你是不是改一點 是的 我很同意 因為... 開頭呢... 玩的時候呢 沒有那麼多 還有要分類 有些情況 你不夠時間 你不會分那麼多顏色 可能就在大盤裡找到 會耐很多 但是... 那個位置 只能放到一個1乘2 那你一定要找到那顆出來 但是... 如果你有齊齊的話 我現在就... 我不是說很多Inventory 但我都會分到... 紅、黃、綠 很容易 是不是最基本 就是對你們這些玩家 紅、黃、綠是不夠的 就是分色 一定要分色 對 有個淺黃的 然後有個 Flame Yellow 現在多了很多 然後又要開個紫色 紫色又不知多少個 藍色又有五六樣 其實你不分件 不做一個簡單分類 你其實組不住 沒事 一定要分類 所以有些家長請教 小孩子買了很多盒 怎樣可以引導砌 我叫你先學好分類 不要什麼都混在一個帶 都其實組不住 其實小朋友都會... 很簡單 其實你平時做家務 你家裡亂 就什麼都做不到 很簡單 因為我都很討厭 那些東西 去到那個書展 其實我記得你們書展 你那個位置很搶 在書展的中間 那時候我經過CK 應該剛剛離開了會場 那時候我看到那個位置 人頭湧湧的 下午五六點 你知道我走路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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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到這個著巢奶粉 立即起談 立即跟CK說 紙著 紙著他的頭 你真的... 賣給你 賭爛當 今集拿來 都很感謝你 因為其實這個很大 而且都很重 還有途中 你看到中間的一盒盒 那些什麼 火柴盒 其實就不是的 就是以前 應該是買著巢奶粉送的 那些LEGO 對 同類型的款式 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那個收藏家 沒有拆過 因為以前 我們做小朋友 當時 一看到就馬上 把整盒東西撕殺 可以繼續去下一兩張照片 都是很簡單 展示給大家看 在會場有什麼擺設 這些其實都是真藏 是嗎 我的收藏 又不是真 不是... 是真的 但不是很珍惜 珍貴的珍 因為其實都不難找到 很老實難找到 很難找到 但是我為什麼擺出來 因為 一個很好的不同年代的代表 都會有 例如在左邊 有少許遮蓋了 有一本黃色書 遮蓋了 其實後面有一些正方形的 木頭積木 對 木頭積木 真的是最初代 木頭 這個是做木的 積木 真的積木 真的積木 沒有粒粒的積木 小朋友認英文字 那些你又不要想著很貴 你想想那些一塊塊 其實一塊我買都是不用50元港幣 一粒 在哪裡買 但是它已經是充滿著 超過半世紀歷史的 那粒東西 這裡有個題外話 可以繼續放多兩張照片 可以繼續放 因為這張照片都會給大家看 真夜的 好 那就是 都會給大家看看 那時候會場有些什麼 可以回到大鏡 這個小弟 其實之前沒有想過準備問 我突然間想起 在你的群組 經常有一個人 是放很多經典的東西上去 是呀 Jennifer 珍妮媽 有很多經典 他喜歡積木頭的 小弟不太明白 你怎樣刮到這些 其實真的很難 木頭的 其實真的 玩的會比較冷漫 那個行程 都是比較冷漫 但是你認識那個圈的人 其實都很容易找到 自然就會找到 自然找到 但老實 又不會每個人都喜歡那些 真的收藏 當然 功有少 球有少 可以這樣說 反而那些 供應一定少 但是那個水溝度很少 少的 少的 我看見好像有買一隻鴨 鴨就一定要有 如果你玩木頭 鴨很難買 我都買不到 所以只可以買膠品 鴨就買 這是紀念版 2021年的員工禮物 用一隻鴨 今年六十周年 都有設計鴨的公仔 做的 紀念版 買完幾千 便可以換 鴨 木鴨真的很經典 因為 木頭玩具 為何要用木鴨 做個 最主要 因為第一件 設計出來的 就是木鴨 之後有很多動物 貓貓狗狗 雞 猫 猫 木頭鴨 很有趣 而且木鴨是內藏機關的 以前這些叫做 給小朋友 有條繩子拉動 就是這麼簡單 就開心 拉著玩 木鴨的嘴是有機關的 它拉動的時候 鴨嘴會上下上下動 動一個圈 就會彈出彈簧 一聲 真的有聲 有聲 所以如果你買到一隻 坊間找到一隻 真品木鴨 會叫的 我想你也要過三萬元 都未必找到 眼前這一盒 當然不是當年的鴨 應該是四五年前 這個LEGO出給 2011年 2011年 真的是那一年 真的是2011 2011年 聖誕禮物 聖誕禮物 專門給LEGO的員工 包括你嗎 不包括 我不是員工 但是我為了做節目 大概半年前 在Breaklink買回來 價錢你猜中了 1200 真的貴到一聲 差點爆粗 但是算了 我覺得 就算不做節目 是粗 放在家裡也很漂亮 今天當然 除了這一盒之外 其實眼前這一堆 細小粒的LEGO 都要zoom給大家看 要麻煩幾歲人員 好 要問CK 這些是你本人的收藏 還是一些愛好者 借出來 是我的 全都是你的 你也很扔本 原來當年 不發瘋的那個就是你 也不是的 這一批比較特別 因為這一批 你看見 雀巢奶粉 雀巢奶粉 其實我相信 你買回 這些叫做LEGO LAND SET 當年80年代初 至80年代後期 都會是這樣的設計 這個盒子是黃色的 另外有一條打斜的文 寫著LEGO LAND 這些叫做LEGO LAND 你自己打斜的文 這條 叫做LEGO LAND 系列 那 感覺就是 你可以用它來組織 城市裡面 全部都是LEGO的世界 就是 Mini Figure的LEGO LAND 這些就是黃盒 我會稱它為黃色盒 正正是我的70年代 就是那個年代 小朋友的年代 就是玩這些 所以看到這些 就很開心 還有LEGO 在我們那個年代 是貴的 絕對 是貴的 雖然你經常在Wattsons 還有這個 是剛剛寫System 對 對 整個大System 所以有LEGO已經很珍貴 很少的 你找到一盒 未開的 叫做MISB 都很難的 MISB Mint in Silt Silt 這些就是LEGO 才知道 但這裡我還是看一看本書 才知道 你看到 LEGO 紅色的 Logo 這個LEGO 其實是要全部用大街寫的 是嗎 是的 其實LEGO公司 它自己都有些 policy 在街拉 是給別人看的 你可以怎樣用它的 訊號 其實那本叫Fair Pay Policy 上網可以下載到 裡面就說 其實LEGO那個字 教人家怎樣用LEGO 很多人用錯 LEGO那個字 是一個公司的名字 我不是玩LEGO 我不是玩公司 是玩LEGO Bricks 所以你寫文章 或者你寫什麼都好 通常 LEGO 通常會有一個形容詞 一個L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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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cks 一個LEGO 一個LEGO Product 就不會說是LEGO 糾正 很多人都說錯 而且你如果要Refer LEGO那個字 通常因為它是公司的名字 它的要求是 全部都要大寫 對 這個最重要 原來LEGO 就是LEGO 全部都要大寫 因為我經常心想 起初 就像普通寫英文 L大寫 之後的世界 就可以了 這本書 CK就說 你嚴重推薦 Chapter 2 我說很頑皮 我一看就看 Chapter 7 就是那些負錄 其實這些資料 你本身玩LEGO 就已經知道了 還是 反正之後 做很多資料搜集 這麼久以來 都知道了 不少 反而這個章節 對你來說 都很簡單 簡單 這個其實 放到最後才做 反而不夠時間 我本來想寫100文 想寫多少 100文 100文 然後發覺不夠時間 但你現在這裏 只有20個 因為已經超過版 其實這些 反過來 它很容易騙蝙蝠 很多可以取用 其實你講到裡面 有些都很有趣的資訊 例如 LEGO 等一下 是 是不是 等等 Facts Facts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說 甚至它自己的年報 都會有 在最後 作為興趣的 Figures 都會寫下去 例如 這個小弟之前有說過 就是LEGO 才是全世界 第一的輪胎 射入箱 激死你 以及LEGO的人口 將會超過70億 超過真人的人口 是的 這些資料 其實轉為中文 說真的 吸收有 真的容易很多 是的 然後 這本書 說真的章節 真的很多 上一集 原本說 珍寒貝的 chapter 都不斷說一下 但是上次 我們好像沒什麼 上次只講了 LEGO大展 說了一個動漫與LEGO之間的交替 但是我想提到 我要問你 你今年都有去這個動漫展 是嗎 是的 今天開始 今天開始 幫人買廣告 今天是不是被一個美女質問你 你幹什麼 很搞笑 分享一下少少經歷 去到大鏡 麻煩你 其實我今天有入場 以前梅姨的身份 其實去年也是 入場的時候做證 問我哪裡來 我給她看會的卡片 然後她說 今年沒有LEGO 你進來幹什麼 然後我就很兇 不是說今年沒有 就不值得報道 即使你沒有LEGO 我都會報道你沒有LEGO 那是另一個角度寫動漫的關係 但是我就是想問 今年就說沒有LEGO的那個攤位 但就不代表下年都沒有 我不知道 還不知道 還未知道 還未知道 今天有點不同 因為今年就 我不知道 其實 不知道有這個改動 因為有個六十周年 你之前已經說過了 其實這不是LEGO公司的六十周年 我們說的是 GREG 誕生 所以他們就有個 LEGO公司有個展覽 在全灣機 去看看 這麼多年的變遷 時代的變遷 用LEGO去展示 由這些去到我們今時今日 炒到很貴的 剛剛宣布出的六千粒Castle 這些設計是不同的 剛才說漏了 其實這些盒子的背面 都很classic 可不可以回到旁邊 因為很久以前已經玩LEGO 有人就知道 他的背部充滿玄機 因為他會告訴你 這一盒還有什麼組裝 對 以前的LEGO 現在的LEGO 可能只有一個組裝 如果你想組裝其他款 你自己想好 但以前的LEGO 真的比較有趣 對 真的很開心 我還記得 在Watsons看LEGO的時候 整個盒子的前後 就很開心 原來的警車 都可以變成一架飛機 充滿想像力 還有 好像在本書 你也有提到的 我有說 跟現在的人說 以前在萬力Watsons 都可以買LEGO 真的還是假 那些人真的懷疑你 但以前的年代 真的有這個 是的 我看到我們那個技術人 都看到好像有點流口水 你有沒有看到 以前有沒有買 沒有 我想也有 他後面的其他不同的組裝 就是早期的AMOC AMOC 關於拼斜文化的 最第一個 chapter 就是講 以前的官方設計 這些 他後面都有 無論他那一盒 多簡單 就像這輛車 只有幾件件 十多件 他也有MOC 他也有Octonate 甚至乎不是一款 是 激死你 但現在就沒有了 以前的款式 不是要組裝得很像真 但起碼讓你有幻想空間 真的很好 而且以前買LEGO 裡面是必備兩件事 就是指示 因為要組裝一盒 第二就是有一本書 那本書會有產品 那本書真的很開心 你送書 即是你有錢 不是盒帶 這些信息就有一張紙仔 有大宗小的 即是很開心 但現在就沒有了 但現在就反過來 當LEGO 現在上網了 叫你上網看 要不然有本大俠 即是用膠水癡的指示 新的幾年 特別後才出 但其實我有點反對 他可以上網下載的指示 我不是這樣贊同 但無論如何 也沒有了 又或是沒有 找到一些舊套 有時候都覺得不錯 是的 其實好像眼前 這雙LEGO套 你是放在家裏做顯示 還是放在衣櫃裏 這些放在家裏 這麼好看 好看 好看 放在家裏 聽有個膠箱 放在那裏 很棒 而且我看得到很有趣 先說一說 太空人是很不合理的 你還發覺以前的太空人 最初這些叫classic space 那些人是沒有面罩的 是會窒息死的 後來就有 後來就改了 做得更合理 很好笑的 沒有面罩 看回以前LEGO人仔 其實每個人都一樣 兩個獨獨眼的笑容 由於第一節 回到大鏡 第一節 真的很多話不夠事 好